大家好,我是Michael 歡迎收看英文一開關 今天要講的是 我的英文學習路程 那很多人一直在下面說 你到底是什麼學英文的? 你的學習路程是什麼呢? 那今天終於等到了 我要把我的學習路程告訴大家 但由於每個人生活的背景等等都不一樣 所以除了會介紹我的學習歷程之外 我還會幫大家歸納一些學英文的重點 那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那也可以讓你更清楚 學英文會碰到什麼歷程 那我學習英文的歷程 總共會分為三個階段 那第一個階段 我稱之為興趣培養期 第二個階段是 那第三個階段則是 那先從第一個階段 興趣培養期開始講好了 那大概是我幼稚園到國小五六年級的時候 這個階段我都覺得算是興趣培養期 幼稚園的時候我就開始會去上那種 兒童美語班跟大部分人的一樣 除了這個之外 比較特別的是我爸媽有幫我請一個家教老師 但是他不會叫我背單字喔 那為什麼他沒有被我媽開除 竟然連背單字都不教 他到底在幹嘛呢? 那他通常呢 是跟我做一些生活化的事情 那他是一位外師 所以他基本上上課是完全不講中文的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們一起做 Yogurt 那印象很深刻的原因不是因為學到很多英文 而是那個Yogurt 超難吃的 除了做這些生活化的事情外 他給我最大的一個啟發 是他讓我讀很多英文的讀本 那這個時候我還是小朋友 大部分的讀本都是讀Dr. Seuss的 那我覺得Dr. Seuss的讀本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因為我覺得他寫的字都非常的有音樂性 然後押韻都很漂亮 然後會讓你一看再看 也不會覺得無聊 那我甚至每一本我都背的起來到最後 那到了五年級的時候呢 我短暫的搬去新加坡大概半年 那那個時候我就換了一個英文家教 那他不是美國人也不是英國人 是印度人喔 雖然大家會覺得印度人是不是口音很重 但是他除了沒有口音之外 他還非常非常的有教學熱忱 那那個家教他除了教我學校的一些功課以外 他還會跟我玩遊戲 那我最愛的遊戲是Scrabble 那Scrabble他其實是一個拼字遊戲 那除了需要你英文的能力以外呢 你還需要用一些數學邏輯的推演 因為他每個格子可能會有Double Word 或是Double Later之類的 所以你要用一些策略 就可以得到比較高的分數 然後我非常非常有成就感 因為我有打敗我的家教 可能是因為我爸媽有付錢給他 他就故意讓我吧 那除了玩遊戲之外 這個時候我已經不再讀Dr.Seuss了 那是小朋友才會讀的東西 我已經長大了 已經小學五年級了好嗎 那五年級左右 我最愛的作家叫做Rodo 那他有寫過很多書 最著名的應該就是 Charlie's Chocolate Factory 查理的巧克力夢工廠 最近推出的BFG Big Friendly Giant 也是他所寫的 那他的書也都是非常非常的有趣 那第一個階段學英文的重點 就在於要先培養興趣 不論是看好人的Dr.Seuss 或者是玩Scrabble 玩遊戲 都是為了培養你 對於英文的興趣 你要去愛上他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你要知道 英文它其實是非常生活化的事情 例如那個家教陪我一起做 超難吃的Yogurt 英文是拿來溝通生活的 而不是只是尋求一個考試的分數 所以我認為第一階段最重要的就是這件事 第二個階段 Input 輸入期 這個階段應該是我國中到高中 都是屬於這個階段的 那在國中之後呢 我們就全家搬到上海 那我總共讀了三年國際學校 以及兩年當地的Local School 那三年國際學校呢 我覺得收穫最多就是 每一天不斷的有東西輸入到我的裡面 因為老師都是說英文的 所以一定是一直聽英文 然後學校的作業到課外書 也是全部都是英文的 所以我這個時候 有非常非常瘋狂的Input 每天都在一直接受英文 接受英文 但是呢 由於大家都知道 我深信非常的害羞 所以在那個時候 我並不常去用英文表達 或者是寫英文的東西 只是一直不斷的輸入而已 那之後兩年呢 我就轉到了他們的Local School 當地的學校 那他們當地學校 其實就是跟我們台灣的當地學校一樣 就是不斷的考試 然後給你文法 那不斷的考試跟給文法 當然是很無聊 超級無聊的 那好家在呢 我沒有討厭英文這個東西 我只有討厭老師 因為他把我從國小到國中 倾家蕩產收集的遊戲王卡用不見了 但是呢 相對的 我也覺得這個時期 對我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文法其實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東西 你可能會覺得我只是想跟人家講話 文法錯又不會有問題 很多人或許會覺得 美國人英文一定很好啊 但是你只要仔細的去他們的論壇看 會發現很多人的文法錯誤連篇超級扯 就有點像是我們的 再跟再分不清楚的概念 那平常當然沒有差 發文的時候沒有差 那你如果你正式的書信來往 這連這種錯誤都犯的話 人家真的會覺得你真的就是 那到了高中我就回到了台灣 那我在讀高中的時候 我的英文應該都是第一名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那這個時候 我沒什麼讀學校的東西 但是我爸他常出國 所以他一回來就會在我桌上放一本原文書 沒錯 他就把Twilight丟在我桌上 就說看一下 然後身為這麼乖的小孩 我就默默的把他看完了 雖然劇情我真的覺得無聊到不行 Edward到底哪裡帥 不懂 所以到高中以前我都是瘋狂的輸入 不論是聽老師講話 還是閱讀課外原文書 那瘋狂輸入這個步驟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如果你的input不夠 你將來的output 也就是口說跟寫作就會出不來 那如果想要了解怎麼樣看小說 可以點這邊的資訊卡 所以這就是我第二階段 瘋狂的input 不斷的在輸入英文這個東西 那第三個階段 當然就是output 輸出 那這個大概是大學到現在我在做的事情 在高三的時候 我有去參加學校寫作比賽 然後就得了全校第一 那在大學後為了賺點稿費 我也有投稿大學的作文比賽 也都有拿到獎 重點是 我朋友幫我去領獎金領獎狀的時候 還把我的獎狀用不見了 幸好獎金還在 不然馬上跟他決裂 那這個時期 為什麼我的寫作可以得獎 我要把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歸類在我們剛才說的輸入 input 那除了我剛才說的 閱讀原文書之外 我其實還做過一件很傻很瘋狂的事 我那個時候超級喜歡rap 饒舌音樂 我就會下載像 JZ MMMM 50 Cent的歌 那我會去注意看他的韻腳 比如說 imagination 可以跟什麼押韻 這應該也是培養了我日後寫文章的音樂性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步驟 所以你要足夠的 input 你最後才能夠有好的 output 那到現在為止 我已經在補習班教授了 那用的方法也是跟我剛才說的一樣 讓學生們看小說 看電影讓他有足夠的 input 那如果想要了解怎麼樣看電影的話 可以點這邊的資訊塔 有教你如何看美劇學英文 那output 怎麼辦 我不斷地讀 我要怎麼樣才能夠輸出呢 那有兩個小訣竅給大家參考一下 第一個是寫作嘛 那寫作作文比賽不是天天有 但是你的日記可以天天寫 所以你可以每天寫一個 50到100字的英文日記 練習一下你寫作的 output 那至於口說的 output要怎麼辦 你可以在路上自己跟自己講話 然後警察先生就是這個人 就被抓走了對不對 那所以有一個很棒的時間 就是你在洗澡的時候 可以練習你的口說 Because when you are taking a bath you are by yourself Right? 以上呢 就是我學習英文的三個階段 還有我覺得各個階段 最重要的事情 那希望總結歸納這些 可以對大家學習英文有幫助 還想要看到什麼主題嗎 趕快留言讓我們知道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請幫我們按個讚 並且分享給你的朋友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每週二五晚上八點都有新影片 英文一開關 英語真簡單 Bye Like a nightclub Caesar I came I saw I conquer 真的太中二了吧 這到底是什麼詩啊 好嗎 好嗎 吃得了 可以嗎 充滿